所以你现在不是真正的鼓舞者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说什么 左仪的表情骤然变了 作为一个舞者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质疑他的实力 虽然黄街是最低意见 但是在鼓舞没落的近代 能够达到元气境的人着实不多 他的资质比常人好 修行鼓舞十年有余 这才达到了元气境 但是他那一道坎 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这是他心中的痛 叶浩轩的话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让他的怒火瞬间流露了出来 我在说 你现在的修为也称得上鼓舞者吗 叶浩轩再次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混蛋 左仪彻底的被激怒 他一声轻斥 轻力的身躯 微微的移动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瞬间飘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他右手半握 一拳向叶浩轩喉咙出窃去 叶浩轩右手一抓 恰好把他的右手抓在手里 然后顺势一手 把他甩出去五六米远 半空中的左仪连翻了数字 在半空中施展出绚丽的身手 落地后一个回旋就要继续向叶浩轩攻去 他双手一高一低却是攻击中最常见的贺席 他双足快速移动 如行云流水一般地向叶浩轩冲去 只是他刚刚迈出一步 只觉得身子一僵 他的身子却是僵在当场 一动也不能动了 叶浩轩笑隐隐地站在当场 就好像一点也没有动过一样 自小便修行鼓舞的左仪 请知自己被人打了穴 只是刚才叶浩轩并未碰到自己的身体 要说隔空大穴 那只有高人才能做得到 他怎么也不相信 是叶浩轩控制住了自己的穴位 但是身子僵直 一动也不能动 却明明又是被人制住穴位后的表现 他怒道 你对我做了什么 叶浩轩淡淡地笑道 不可能 你刚才明明没有碰到我的身子 除非 你的修为达到了地界 这不可能 左仪见鬼似地看着叶浩轩 我确实没有达到地界 但是我一样能制住你的穴位 换句话说 就算是我现在没有达到天地玄黄的任何一景 我也一样能制住你 叶浩轩双手俯后道 这绝对不可能 左仪吃惊地说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叶浩轩虚空一点 左仪只觉得自己的身子一清 他的身体瞬间恢复了自由 刚才我下手比较重 你现在气血不活 所以你最好不要动 可是他的话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只见左仪一迈步 只觉得双腿一软 然后扑通一声结结实实地扶倒在地上 唉 都说了你不要动 叶浩轩无语地说 你 你是故意的 左仪感觉到有些委屈 他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刚才的冷酷都只是装出来的 现在被人一招秒杀 他心里的挫败和失落 简直无法形容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叶浩轩走上前伸出手去 虽然失面子 但是左仪现在感觉到双腿发软 凭自己的力量是绝对站不起来的 他只有咬咬牙伸出柔腻的小手 任由叶浩轩把他拉起来 只是他的手刚刚接触到叶浩轩的掌心 只觉得一股浩瀚精准的气息 从叶浩轩的手心里传了过来 你 左仪吃了一惊啊 他不明白叶浩轩趁着握他手的时机要做什么 坐稳在地上 按照我的话去做 叶浩轩吩咐他 左仪虽然不明白叶浩轩要做什么 但是他相信叶浩轩不会无缘无故地害自己的 开玩笑 他和这种高手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叶浩轩想害自己 随时都能要了自己的小命 他点点头盘膝坐在地上 叶浩轩一个反身 身形如鬼魅一般地绕到他的身后 他体内浩然珍气骤然发出 他一声清河 摇摇对着左仪后心一指 同时念叨 气有百会 经八脉 一走灵俏 沉丹田 左仪心神一阵 不由自主地按照叶浩轩所述的方法 他双手放在膝盖 体内并不算很强的珍气 按照意念在体内缓缓地流动 叶浩轩所述的口诀是道家修心养性的 不二法门 他现在以珍气为左仪灌顶 为他打通玄关 助他修为早一步登陆黄景 虽然他的修为距离黄景只有一步之差 但正是这一步之差 却让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无法逾越 叶浩轩所念的道家法诀 清心养性 道法自然 比之普通的古武修行法门要高明很多 再加上浩然珍气从他后心输出 让他瞬间突破玄关 达到了黄街 叶浩轩额头上躺出了细细的汗 萧海妹拿了一条干毛巾 犹豫了一下就想为他擦汗 但是看叶浩轩现在的模样 他却又把手缩了回来 他也看过不少的武侠电影 万一现在他碰到叶浩轩 让他走火入魔了怎么办 数分钟过去 叶浩轩突然右手一收 气沉丹田 他这才接过萧海妹手中的毛巾 为自己失去额头上的汗 盘西坐在地上的左翼真气外放 他双眼一睁 无形的真气在他体内轰然爆发 炙热的气息四散而去 他双手远转放到丹田处 那股澎湃的真气在身体里远转三周 然后归于丹田 我 我突破了 左翼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浩轩 可以说是 恭喜你 你现在是真正的鼓舞者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刚才他已耗然真气助左翼突破玄关 让他修为进境 既然想拉拢一批鼓舞者为自己做事 那他必须要拿出点实力来才行 否则的话 难以让左翼心服 叶浩轩现在的势力虽然不弱 但是那是针对普通势力而言的 现在他越来越感觉到不安 尤其是伴随着永生的出现 以及那个神秘的眼睛蛇小队 更是让他有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越是向前走 他越是感觉到自己如履薄冰 所以他需要江湖的势力为自己效劳 而左家迫不及待地想重现几十年前的左家声威 所以他和左家会很愉快地合作的 今天他已浩然真气配合道家心法助左翼突破 这是一件足以轰动江湖的事情 要知道修行不是儿戏 尤其是步入黄街这一关 黄镜是真正的鼓舞高手境界 而黄街之前的元气镜是一道分水岭 有多少鼓舞者都被阻挡在这条分水岭之前 终其一生也无法踏入高手之列 而叶浩轩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直接能让人突破 这该是多么的腻天呢 他们左家不想合作 那可以 有大把的鼓舞家族来求着让叶浩轩跟他们合作 江湖中向来是争斗不断 左家这些年来不断地努力 就是怕被人超越 现在叶浩轩露这一手 足以能让左家震撼 这不可能 左翼难难地说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微微运转了一下体内的真气 那庞大的真气不是以前他所能拥有的 虽然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情是事实 但这确确实实是真实的 他突破了 在短短几十分钟之内成为了高手 而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年轻人所给予的 只要不是太傻的人都知道叶浩轩的逆天和神秘之处 回去转告你爷 我的耐心有限 如果他还有余 那不好意思 我等不了太久了 机会是人给的 但是也是自己需要把握的 这是我的电话 想通了让他随时联系我 叶浩轩拿出了一张名片 左翼点点头 他对叶浩轩产生了一种敬畏 如果说 能以真气灌顶 让人强行突破修为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那是要传说中的先天之境才行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绝对没有达到那种逆天的程度 他却能做到这一点 那只能说这个人 绝对不是普通的鼓舞者那么简单 他身上一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左家想崛起 那只有紧紧地和这个年轻人绑在一起 这样管用吗 小海妹有些不放心地说 你不了解江湖 他们会合作的 甚至会奉我为主 叶浩轩自信满满地说 我还真不了解江湖 小男人 我突然想了 小海妹突然软软地扶在了叶浩轩的身上 他的衣领敞开着 胸口内抹 沟壳让叶浩轩的双眼再也无法移开 他的胸口 噔地来了一团火气 小海妹是天生魅果啊 每次只要他一施展手段 叶浩轩都把持不住 这一次也不例外啊 从美颜出现天已经晚了 叶浩轩正打算去哪家混点饭吃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却是上屏的 刚来京城的时候 遇到过这位中学老同学 只是后来呢 叶浩轩的事情比较忙 一波接一波的 所以联系不多 虽然尚平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 但他也知道叶浩轩的背景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 不会去打扰 这一次打来电话 恐怕是有事求自己啊 不管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怎么样 现在大家生活的都不容易 自己现在有能力了 对于以前的老同学 能帮忙就尽量的帮点吧 尚平现在打来电话 恐怕是有事情 找自己吧 尚平 吃了没有 叶浩轩笑着接通了电话 没呢 浩轩 好久不见 你现在有空没有 尚平笑道 刚好没事 怎么 有事情吗 是这样的 我有个同乡 来京城有点事情 想麻烦你帮点小忙 呵呵呵 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只要能帮忙的 我一定会帮忙的 叶浩轩笑道 那谢谢你了 我们现在在平湖大酒店 你在哪里 我去接你吧 尚平喜道 不用 我自己过去就行 客气什么 都老相识了 叶浩轩笑了笑 挂断了电话 然后自己开车过去了 他可不想在自己的老同学 跟前摆谱 在平湖大酒店的一家包厢之中 一个中年人有些不放心地说 平平 我已经找到路子了 今天晚上请的那位客人 身份不同寻常 你这位同学 靠谱吗 二伯 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 我难道还会骗你不成 我这位同学在这里很有背景的 您放一百个心吧 尚平笑道 中年人犹豫道 不是二叔不相信你啊 要不你给你同学说下 让他晚点再来 大不了我多请一顿 我已经找好了人了 这可是个大人物 如果你再找你同学 我恐怕这位大人物感觉我怀疑他的实力 这怎么办 二伯 没事的 说不定俩人认识呢 没事的 尚平宽慰道 那中年人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道 哎 现在的生意难做呀 我的连锁店现在被别人挤得快不行了 而现在几家代理商都争着一款 相当火爆的化妆品代理权 这一次能拿到代理权 我就能一举打败对手 如果拿不到 哎哟 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呀 生意难做 马里都是一样的 会好起来的 二伯 尚平安慰道 半个小时以后 叶好轩赶到了平湖大酒店 他给尚平打了个电话 尚平马上下去接了他 好轩 这是我二伯杨轩 老家的邻居 跟亲人没区别 二伯 这是我的同学 尚平把他和叶好轩 做了下简单的介绍 一看到对方是一个 和尚平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 杨轩的心情顿时不好了起来 哦 他认为京城水深 一个小年轻就算是有点人脉 那又怎么样呢 尤其是他这一次来京城 拿的化妆品代理权 又是一家大公司 一般人真的搞不定 他心里嘀咕呀 尚平还是太年轻了 说话有些吹嘘的嫌疑在里面 早知道他同学也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就不让他来了 的确叶好轩看起来白白结结的 丝丝闻闻的 就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一样 也难怪杨轩感觉他能力有限 他不相信一个年轻人 能在京城翻出什么样的浪漫 还背景 多半是吹出来的吧 但是人已经来了 就算是他的心里不痛快 也只得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 和叶好轩握握手道 小叶啊 今天麻烦你跑一趟 他年纪虽然比叶好轩大 如果是平时 叫一声小叶也未尝不可 但是 现在他求人办事 叫别人小叶 这倒显得有些拖大了 叶好轩眉头皱了皱 他明显的从杨轩的身上感觉到了 他对自己的不信任 但是叶好轩只是点头回应了几句客套话 其他倒也没说什么 毕竟尚平是自己的老同学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哈哈 小叶现在哪里搞就啊 几个人坐下杨轩打开了话匣子 他这话一出口 不仅仅是叶好轩 就连一边的上平 身色也变了变 这是找人办事的态度吗 这家伙完完全全就是 来给人摆脸色的 如果不是看在上平的面子上 叶好轩真的掉头就走了 二伯啊 好轩在京城有背景 你的事情交给他来办 不是什么难事 上平的话 无非就是在提醒他 哦 你是来找人办事的 你的态度要注意啊 但是杨轩不在意的回回首当 哈哈 平平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 我问小叶的工作 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了解下这件事 他能掺和的了不 叶好轩的眉头彻底的皱了起来 这家伙是逗逼吗 看他的语气好像要查查自己的底细啊 看看自己有资格没有资格 为他办事没有 天底下竟然会有这么奇葩的人 叶好轩 叶好轩置住了一边正要说话的上平 他不动声色的说 我只是一个小医生啊 叶好轩的话一出口 上平知道今天的事情 已经被杨轩搞砸了 叶好轩的确是医生 但是他是曙光医院的院长 现在京城风头正盛 正是这个医院把京城所有的医院的医疗费 拉下去了三分之二啊 试问整个华夏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魄力 敢像叶好轩这样跟整个医疗系统作对 叶好轩之所以这么说 就代表他对杨轩已经相当不满了 上平比较无语啊 叶好轩的能力他是见到过的 就算是万家的大少对他也恭恭敬敬的 这背景绝对不是杨轩口中的那个大人物所能比的 上平不知道叶好轩真正的身份是红四代 否则的话他今天估计激动的连饭都吃不下了 想想谁都会激动啊 和一个太子党式同学 那是多有面子的事情 医生 杨轩的脸变了变 他转身用询问的目光看向上平 意思是我的事情这么关键 哦 你找一个小医生来给我办事情 你这是在害我吧 哎 对 我同学是医生 得到了叶好轩的诗意 上平暗自叹息了一声 不要说是叶好轩 就连他也对自己这个邻居相当的不满意 哦 他好心帮忙反而被人认为不尽力 他现在极度无语 啊 叶医生还是请回吧 今天的事情你怕是帮不上忙了 平平你也是的 你不知道今天的事情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我请了一个大人物来吃饭 你请来个医生 这不是在为我搅局吗 杨轩不悦地说 二伯啊 既然你这样说 我也无话可说 久不见了 好 感谢观看